朝鲜上周五试射了一枚导弹 有专家表示这枚射程可能已经可以抵达美国洛杉矶 国会方面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担忧 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 一华你好 好的 平章你好 一华我们知道总统川普今天上午所签署的这个制裁法案也包括了朝鲜 另外国务卿迪勒森昨天也就朝鲜问题是发表了有关的讲话 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方面最新的反应好吗 好的 您刚刚所提到的这项制裁法案呢 在今天早上是由总统川普来进行签署 已经落成了一项法律 那么这项法案在国会可以说是共和民主两党都一致的压倒性的支持 在参议院是以98比2票通过 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则是以419票对3票压倒性的获胜来通过 那么在这个美国政治如此分裂的情况之下 一项法案能够获得两党的大力支持的这样的程度 其实是相当罕见的 那么这项新的制裁呢 除了包括了这个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的制裁方面呢 也包括了朝鲜以及伊朗 那么除了对朝鲜的部分呢 除了现有的朝鲜的制裁之外 也新增了一些针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这个行为 也做出了一些制裁的新的措施 其中包括针对任何为朝鲜提供军事关键原物料的实体 或者是国家来进行这个惩罚性的措施 进行制裁 那么这个原物料呢 其实大部分指的就是都是一些金属的原料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国会的这项法案呢 除了是向朝鲜进行施加更大的压力之外 对于中国来说 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这个压力和后果 那么在刚刚您刷钢所提到了 昨天呢 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 是罕见的针对朝鲜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那么蒂勒森在谈话当中 是谈到了美国不是朝鲜的这个敌人 并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 他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开始明白 美国是希望和朝鲜来进行对话的 那么对此呢 我们像今天上午呢 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进行了一些采访 询问了一些议员 对于蒂勒森国务卿讲话的一些反应 以及目前在上个星期五 朝鲜进行了新一枚的导弹试射的一些回应 那么我们来听听 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委员会 加德大参议员 对于蒂勒森的讲话 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希望的是和平实现朝鲜无核化 我们不是要改变朝鲜政权 不是要金正恩屈服 而是要他理性 我认为 只要他们持续发展核武项目 只要他们持续违背无核化的诺言 他们将永远和国际社会对立 要想摆脱这种局面 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 朝鲜必须遵守曾许下的承诺 重返国际社会 否则只会和全世界对立 在共和党议员方面都相当支持 蒂勒森国务卿的讲话 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洁一也谈到了朝鲜的问题 刘洁一在大会上的讲话 谈到的是说 这个朝鲜和美国呢 是负责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的关键 中国没有责任要为这件事情破冰 而且他谈到的是说 这个美国和朝鲜 如果不使劲的话 中国也没有办法 不过对此呢 国会两党议员呢 都表示强烈的不认同 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 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关键性角色 我们继续来听听 国会议员对此有什么反应 我认为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 都将朝鲜的举动 视为地区稳定的威胁 所有国家都想做了什么 但中国却不愿意 面对自己的地位 扛起责任 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中国绝对要负起主要责任 首先它是朝鲜邻国 第二 朝鲜90%的贸易 依赖中国 中国光是十家公司 就占了朝鲜对中国出口的30% 中国没有履行它的责任 解决金正恩的问题 他们必须强硬并做出决定 他们是要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进行贸易 还是和朝鲜做生意 他们不能两者兼得 我们应该要对中国与朝鲜 有财务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 我同时也认为 我们应该要在韩国 部署防御导弹系统 对抗朝鲜的侵略性行为 这两项做法都很强硬 中国政府也会了解 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些做法 但这将帮助他们重新衡量 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 解决朝鲜问题不能没有中国 中国知道这一点 确保朝鲜没有能破坏区域 乃至全球稳定的核武器 符合中美国家利益 有关朝鲜的问题 这个星期也可以说是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议题 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 谈到了他向总统川普发了一封信 来呼吁总统川普能够利用他的压 能施加他的权利 使用他的权利 通过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暂停批准中国在美国的交易的并购 来向北京来施压 不过对此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的看法 那么国会议员则对这样的做法 表示一些质疑 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说 以这个限制投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方式 能够真的对中国实行到实际的压力 那么有关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评章 好的 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